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首先要跟大家讲就是我正在跟大家讨论 讲给大家听 SPM马来文国语这个第二事件 第一个事件我已经是跟大家分析了 所以现在我到了第二事件 大家都知道从2021年开始 我们的国家已经换了马来文的格式 还有英文的格式 所以现在的考卷不是只是一张考卷写作文跟理解而已 而是现在分四个考卷 格式1,格式2,格式3,格式4 总共四个事件 然后呢,事件 这个马来文呢 我们的这个格式 它的那个考试号码是1103 所以第二个考卷就是1103 然后一个stroke 然后一个2 所以现在我跟你讨论或者分析 这个第二个事件 要它的评分标准 要它的评分标准 以及它的考试的内容 要到底考什么 所以如果大家看这个白版 我都有写出来 这个SPM呢 我以马来文 事件1103 第二个事件 它也是叫做 评分标准 就是考试 但是它 其中的地方呢 就是 pemahaman pemahaman就是理解 理解 然后呢 它有分三个部分 你看我写到给你看 三个部分 bahagian A bahagian B 这三个bahagian呢 就是组成 Kertas Dua 第二事件 理解的 理解的考试 然后它的总分呢 是100分 然后它的考试时间呢 是两个钟头30分钟 两个钟头30分钟 然后我要做一点改正 我要做一点改正 我上一个video呢 我就是写到110分 其实是100分 所以我要改正 我要改正就是 第一事件跟第二事件 都是100分 100分 我之前的那个video呢 Kertas Dua 我写到110分 其实是100分 所以我要改正 我要改正是100分 Kertas Dua也是100分 就是现在我要讨论的这个第二事件呢 它的满分是100分 2个钟头30分钟 Bahagian A呢 叫做System and Application Bahasa 所以它的名字 System 你知道 系统 Application Bahasa Application就是应用 语文的应用 所以它分为 这全部 五个部分 你要考五题 第一个是叫做Morphology Morphology 其实就是语法 语法 可能 Ayat Transitive Ayat Transitive Ayat Tak Transitive Kata Masmuk 这样子 语法 Syntaxi Syntaxi Syntaxi呢 就是 召集的结构 一个很好的例子 Ayat Diasat 普通的召集 给它变成 Ayat Sang Sang 这个Ayat Sang Sang 大家在学校都有学过的 这个是落在Syntaxi Panyuntinan 华语叫做编辑 它给你一篇的文章 你要修改里面的错字 它叫做 Gesalahan Bahasa 里面有错字 所以你要重新编辑过 Bahasa Malayu Standard 这个Bahasa Malayu Standard 它是翻译的 就是说呢 它给你一篇古文 它给你一篇古代的语文 然后你改它 变成Bahasa Malayu Standard 就是现代的国语 所以你要懂 古文用的字 怎样翻译去新时代的国语 最后是一个Pari-Bahasa 也就是愿语 它出的一个故事 可能它叫你给那个愿语的意思 还是它给你那个故事 它叫你出一个愿语的故事 这个短故事 所以这个呢 全部考在Bahagian A A的部分35分 5题里面35分 Bahagian B 3题也是35分 你看到吗 A和B呢 你是没有选择的 你一定要做完 所以Bahagian B 答案 你不能够选择的 一定要做完 所以Bahagian B 因为这里五题嘛 这里第六跟第七咯 第六跟第七呢 它是 就是理解为主 理解呢 它是给你文章 可能它的文章 可能它的文章是 UMUM UMUM就是大众的 可能它从 internet拿资料 可能它从 杂志 报纸拿资料 甚至 这个 新闻 还是电视台 它的那个文章 然后它问你理解题 你要解答 其中有包括那种 我们叫做K-Bab K-Bab 就是自己去思考的 那个答案 所以它的 也可能 从一个Drama 就是你的那个 你在学校有两本书 一本是Novel 一本是 这个里面 另外一本 里面呢 就是有缠缠的 有四个啊 有这个 短文啊 短故事 短故事 细剧 Prosa traditional 就是故事 不过它是 古文来的 还是Poese traditional Poese 你知道是 这个 四个 古文 古代的诗歌 或者是 Saja 新时代的诗歌 它从里面出 然后你要解答 你要用 理解它的这个 文章 或者是四个 然后你要解答题目 用理解的方式 第八题呢 是小说来的 第八题 它分为两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四分 第二个题目六分 第一个题目呢 它是从 全国的那种小说 随便一篇它出 所以你可能会担心 看我都没有做这一本 好像 Johorjo Johorjo Dissabalik Dinara 或者 Celium Daxina 它根本都是 可能它出的是别的 但是你不必担心 为什么 因为这个四分呢 你不知道那个故事 也不要紧 因为它的答案 就是在文章找出来的 所以你不用想到 哦 看到下面 哦 它是从这一本小说 出的 哎呀我的 走的不是 这一本书 不必担心 答案就是在那个 文章里面的 你不用担心 它从哪一本书出来 然后第二呢 那就是你的周选到的 它会给你一排的小说 你选一本 哪一本都可以 你会的 你知道每一个周 都有它不同的那个小说 所以那个小说就是你去选 你可能选 方法或者方法的 或者两本 可能它就 叫你比较两本的 的 里面的主角 所以你 一本 一本 那如果它只是说一本而已 那你就随便 你 还是 你比较熟悉 那你就选 那一本 那个六分 所以你要长达咯 可能它是主题咯 还是道德价值 还是吉利吉利 吉利吉利是特征 还是 latar belakang 它的背景 或者 pengajaran教导 还是 watak utama 主节 watak dan perwatakan 就是主节 以及它的那个 它的性格 然后 全部要按照你的书里面的那个 例子 还是 你觉得这本书很有趣吗 为什么 还是 你觉得这本书有 很好的教导吗 你讲是的话 你给例子咯 它的教导 它的那个 ni lai ni lai mu ni 就是它的道德价值 Dema是主题咯 或者 watak something 配角 可能大家配角在一个故事里面很重要 因为 有配角这个故事才会有趣 因为 有多人在这个角色 在这个故事里面 然后你同意不同意 你给例子 然后 最后一题 Bahabian C呢 30分 你要做一个 Rumu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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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大文章 然后你在这个文章里面 你分析出来的 它的那个主题讲的是什么 Esi tersurat Esi tersurat 就是找它的重点出来 Esi tersurat 就是间接的重点 总共你要给8个重点 所以你可以选六二 六个重点是从那个文章 两个重点是你自己提供 或者二六二 两个重点从文章 六个重点你自己提供 还是四四这样子 四个四个这样子 所以它是Esi tersurat Esi tersurat Tersurat 就是直接从文章拿出来 Tersurat 就是间接 也就是你自己思考的 然后你做一个总结 那个占30分 所以半分 一百分 时间两个钟头 30分钟 完成全部 OK 所以我也是跟你们讨论完了 OK 这个就是事件二 下来我会跟大家分析 事件三 Krtas tiga 然后Krtas empat 这样子 所以你要去考试 你一定要知道 你要懂考什么 怎样考 多少分 它的重量在哪里 时间多久 然后你练习的时候 你要迈向 不要超过两个钟头 30分钟 你要做完 这样子你练习了 你去考试 你不会怕 因为有很多学生 他花太多时间在前面 后面完全没有时间做 这个是一个错的想法 一个错的事情 一般上呢 考鉴他们都会建议 你用多少时间完成那一题 所以你不要超出 我是你的话 我看他给的时间 他给30分钟 我一定在30分钟 我要想办法做完 做不完我不理了 我做新的一题 然后新的一题 我就开始抢时间 意思说 我做的他给30分钟 我做20分钟 就做完 然后我剩下的10分钟 我省起来 到最后呢 哪一题我没有做完了 我就用那个剩下的时间来做完 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你懂得 怎样用你的时间 怎样控制你的时间 怎样考 他需要什么 要怎样准备 你必须知道 才去考试 OK 所以我到这里为止 OK 再见 记得 给我一个like share和subscribe 这个很重要 OK 多多去分享 让多一点人知道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知道 OK 所以再见 再见